平衡的call 非常标准 出现了攻对7 那他继续在前置会选择check 这里一定是要继续下注的 下注了25万 这个尺度还可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尺度像是在4V6 因为这个后手来说 他这里再去拿一些东西硬偷 就有点尴尬 不像他的作风 抓一令这位玩家 虽然在翻前比较激进 但是在合牌可以看到在合牌的下注 都是有迹可循 直接选择all in 好 我们没有想到 Jackson Kuhn在这泡沫器的时间做了一样 这样的play 那把对方推了个all in 这样就是如果intra他call的话 然后call错误 那他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比赛的bubble boy 在攻队面他直接 对 我没必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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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一个激进动作带来的反噬 但也是因为他的形象问题 如果他的形象好的话 在这里打其实是很难吃操作的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50万买路的短牌比赛现场 那我们现在是在兰丁娱乐场济州神话世界 在我旁边的是EPT巴塞罗娜亚军阿童 我是这里是布克之心代言人Selena给大家做解说 那这边我们看见我们还是进行Bubble Time 也就是Hand for Hand的期间 这两桌蓝桌跟红桌会同步发盘 然后呢这边我看见了蓝桌 暂时积分牌领先者是Beta Sikalski和Divantan 然后呢红桌这边是Roman 是协载了去Play的 好我们现在画面转到蓝桌 目前场上还剩9名玩家 我们的前圈是8名 我们的奖励表目前还没有拿到 这场比赛是吸引了一共69手买入 每手买入是50万港币 现在的盲注级别是前注3万 庄位6万 非常难的 我可以感觉到团队 没有 那这里Try and Ling 她会说自己觉得压力有点大 因为呢当然她是现在筹码最少的玩家 也就是应该我们会说 有可能最容易最有可能淘汰出局的泡沫 中期的洗大海 好 这里两次过牌之后直接Polling 因为这个底池的持住笔已经达到了1比2 这里他很有可能跟住 用两头买卡圣 这样的话他的奥林就把空给隔离掉了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现在空显得非常的难受 但最后还是被海森拿到了身子 那我们的川英令是被淘汰 他也是最短筹码 那他成为这场比赛的Bubble Boy 很遗憾 那希望他在之后的系列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这场比赛他的翻前松胸以及翻后致敬的操作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型的形象 可能在比赛的后期他有一些操作上的失误 但是能打到比赛的这个阶段 他之前的一些策略肯定也是非常的好 有几个人 但你很常常做得到的 对 也不太近 对 也不太近 也不太近了 这两个手都看得到的 打排是一个推崇寂寂寂的游戏 好 现在我们比赛进入前圈 还剩两个四人桌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手牌 Migita在墙口位继续Limp 勾巴杂塞 我们知道在短牌里面 由于你要防守你的前驻 那么你需要在前置为Limp大量的底牌 否则的话你的盲柱在前置为就会被摆洗 依照数学而言 你基本上在前置为Limp前45%的范围都是正EV的 在标准的六人桌的情况下 而针对在前置为的过多的Limp 在后置为的玩家反而可以拿一些 强牌去进行squeeze的压榨 那这个范围的话基本上是 用前30%都是正EV的 那么又反过来 为了针对后卫的挤压 也是为了对后卫的挤压进行反剥削 你在前置为的Limp范围里面 也必须混合一些超强牌 一些KK AA 一些AK 一些圈圈 互相的策略的平衡 前卫与后卫的位置的平衡 这是这个短牌的游戏魅力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两个过牌 这里Hackson用三条六下了一个重注 在21万的底池里面超池下注24万 这里Mikita在想对手是不是在bluff 因为他的这手勾只能赢bluff 他选择跟住 而做了一个飞锅 非常激进的跟住 那么这里三条六是依然领先 一个35到40万的下注 或许这里我认为 我个人会选择的尺寸 这里你唯一防备的一手能call的牌 是圈十 圈十这种牌是在对手的call range里面 是能赢过你三条六的牌 所以这里他选择了550 下注了55万 这是又一个重注 依然是希望对手不相信他 而拿一些边缘牌去跟住 他思考了很久之后 再加上手里有一张十 那么对手的跟住范围里面 强过他的圈十这手牌 他愿意去冒这个险 那至于说为什么他不考虑其他的葫芦 那肯定很多葫芦都会在对他 这个55万的下注反加 所以他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多 能面对他这样一个55万的下注反加 他是一定会弃掉他的三条六的 所以他选择了去跟住对手 因为合牌的张九并没有改变什么情况 他选择tend上去不相信对手 那么River继续去抓对方的bluff 很可惜这里没有抓到 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是UTG位置AA的Limp 遭遇到了装卫十九同色的一个squeeze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拿装卫的十九同色是跟住了一个70万的加注 底池瞬间膨胀到146万 后发是Pocket X 两位的后手都 那这样子一个面 对于 对于专门玩家来说 人们来说应该是可以打完的 这样子一个面应该是要打完的 那AA有可能是可能会for给他的 AA这里如果遭遇到激进动作 他是会选择bat fall吗还是bat call 这个后手超买量是比较尴尬 看看下注多少 他下注了40万 这里如果是我在后卫是一个 Race All In 可以打走对手范围里面一些没有击中钩的牌 甚至强如AAKK这样的超队 果然奥令了 那这里AA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他的后手只有160万 他选择call了 他选择call了 套驰了 他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call 好 这手牌是要决定 我们的抛费是 我们的抛费是 奥号 好 好 好 这里转牌给Romain带来更多的奥 好 看看盒牌会发生什么 一张草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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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中 他是Bubble Boy 而且他是 九十这手牌被 另一位玩家的A10 所跟住 输掉了他的全部筹码成为Bubble Boy 那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他又一次是 输掉的时候 撞到了对手的十九 可以看到 九十这手牌是真的非常强大 又一次把AA干出局 这手牌AA在UTG Limp 然后庄位的九十是做了一个二十万的Race Pocket Ace 从新三bat到七十万 庄位跟住 这AA想把对方留住 因为我听见Paul发说他如果翻牌前退Oin 他会接不接 那当然不会接 但九十这手牌就是你给我再难受的持住比 我甚至可以用我的四分之一 甚至接近三分之一的身家去call一次加注 因为这手牌看到FLOP的强牌概率实在太高了 非常的疯狂 在后手200多万的情况下 用七十万去跟住一个翻前的三bat 由此可见九十这手牌真的是非常强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UTG玩家的中队圈 第二高队子 目前取得领先 那他会不会被后卫玩家move走呢 两位check 我可以知道COME是一个非常善于操作的玩家 而他这里选择check 这样一个小的底池 不值得去偷取 那我们可以看见 赛场这个比赛 现在是七位玩家 那应该很快就会拼了决赛桌 那他们现在看见红桌已经开始已冲马了 我们应该会来一个table draw 那这边蓝桌 筹码领先者是Hexton Federsakowski 然后红桌呢是Romaine 跟Peter Jetton 我们可以看见蓝桌的筹码量 是比红桌的两位玩家都多 但是Romaine在这整比赛里 他是远远的cheap leader 那暂时他是615万的积分牌 对蓝桌的筹码量是比较的平均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合桌成一个七人的final table 抵住现在是3万 装位6万 那这个扑克比赛是由传奇扑克为大家带来的 然后呢我们是在蓝鼎娱乐场 几州岛 我们暂时休息15分钟 然后呢还会给大家这段休息时间 带来精彩的排局 不要离开 待会见 那他这里筹码是远远超过Brenkenny Cover他 这里他不但要考虑前卫玩家的排力 还要考虑双位的玩家 那这边我们看见来自香港的Divan Tan 做了一个call 三张草花 哦两张草花 那正式现在是Brenkenny领先 基本上是Joring Dead 因为他在转牌的时候拿到了瞬 因为他在转牌的时候拿到了瞬 现在正式回到红桌 那这里我们看见翻牌前也有打了一个all in 这边是AK跟A goal 那好这里AK成功顶住 那我们的马来西亚选手是被淘汰出局 那我们昨天看见有5加进入翻牌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牌里面反而会出现很多像长牌里面已经几乎不怎么看到的limp跳 那这里这个翻牌对弹性来说还算不错 他中了三条K 那我们看见Jetton他在这里施满两头顺 谭权选择在这里领先下注 那下注10万积分牌 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大尺寸的下注 在165000的抵制里面下注10万 并且在第一个位置 那么毫无疑问Jetton在这里是一定会至少跟住 甚至有可能反加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多人抵持 他直接选择all in 那显然在之后的一些玩家都没有办法跟住 那显然在之后的一些玩家都没有办法跟住 我不知道COA玩家在这里拿九沟是在想些什么 可以看到这首沟圈其实反而是谭权不太愿意在对手的all in range里面看到的一手牌 他宁愿对手是set7或者set10 因为这样子一手买顺的牌是跟他不太冲突的 并且对他的牌依然有一定的危险 那Jetton在核牌这里需要一个9或者A 我们可以看到9还是 9出现了 这里我们看见Jetton顺利了做了一个double 他充码量翻倍到113万5千几分牌 那坦宣在这里应该是只剩下后手60万左右 那坦宣在这里应该是只剩下后手60万左右 他直接all in 那果然打光了 那是一个秒矿 那这里的all in player 是Bren Kenney 那这里的all in player 是Bren Kenney 如果他这里如果不击中A的话 有可能会被淘汰 那现在我们赛场还剩11位玩家 那也是比较靠近泡沫棋了 我们来看一下vlog 是699 那还是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 拍面上也是只有一张红桃也一张草花 那么没有办法形成红门花了 目前是有了7和A的out 因为A可以当5的关系 那么现在他是可以有卡7的矫顺 好 并没有发出来 那我们的Bren Kenney是直接被淘汰 不幸的看见Bren Kenney被淘汰这个比赛 那他今天还可以参加我们长牌的六人桌 对 那这个买入也是50万港币 六人桌的长牌是一个更加 那这些桌上的玩家对Trying Lean的加注 也不会太害怕 因为我们有看见他有比较边约的牌也会做加注 他需要加53万 57万 他需要加57万去call 那赔率是够了 因为他自己做了一个加注 并且他这里如果不call的话 面对一个短码的all in 他这里做出了一个枪口加1位的race 想放棋call 好 大家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阿童为大家带来的是 冀州岛2019年传奇扑克超高额豪克赛 第二场赛事 50万港币买入短牌的结说 So Jason you've made the final table How you feeling going into this one I feel great For the first time of the trip I got a really nice night's rest So I feel great And what about the line up at this table It's quite a stacked table And what about your seat draw Yeah This thing's loaded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hips in play So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good poker played You know a lot of stages of short deck tournaments End up pretty short And there's a lot of shoving So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to see some post flop play here And that's really where the beauty of this game lies And your stack how you looking I'm about average I think Something like 70 ante So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But hey anything could happen If I get a big hand right out of the gates I could be doubling or walking out of here And looking at the players Who are the toughest ones that you I'm not going to say you try and avoid I know you take on anyone But who are the toughest out there I think a lot of guys here are tough We're all kind of new to the game And in here scrapping But the obvious faces are tough You know we've got Makeda and Ike And a bunch of other guys in here You have tons of experience playing So it's anyone's game Well look we wish you best of luck I don't want to show any favouritism But we wish you best of luck Because I'm talking to you I'll take it Have a great game And let's get the action underway Thank you Cheers James Good luck OK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也采访了 就是Final Table的成员之一控 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感受 以及对桌上的一些解读 可以看到现在的潜注是3万 装位是6万 积分牌方面 法国玩家 Romania是有205个潜注 615万5千的筹码领先 第二位是Exxon 我们的熟悉的哈利波特 128个潜注 383万5千的筹码 他通过刚刚一手三条六 从Mikita身上抓到了很多的筹码 那也正因为此Mikita 现在是102个潜注 307万筹码 处于第三名的位置 来自香港的唐 有102个潜注 304万5千的筹码 Jason Kong是拥有79个潜注 而Peter拥有40个潜注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奖池 第一名是拥有973万港币的奖金 第二名是704万 第三名是454万 第四名是343万5千 第五名是266万 第六名是207万5千 第七名是165万奖金 这些奖金单位都是HKD 港币 好 在经过了简单的摄影之后 我们重新开始Final Table的比赛 2 2 3 2 2 3 好 在昨天结束的第一场赛是25万港币满路中 我们熟悉的Justin Bonomo 再一次尝试的拿到冠军 这是他第四次线下的短牌比赛 也是他第一次进前圈 第一次进前圈就直接拿下冠军 非常的强大 然后看到我们的Chief Leader 205个前桌的拥有者 他拥有全桌三分之一不到的筹码 正好是30% 好 供迷他 不可以我玩 那我会玩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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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我们的乔文亮是拥有36个前驻 目前他作为短马是急需用一手强牌进行double 这是一手非常强的牌 在UT极位90同色进行跟注 控力用K9同色也进行跟注 我们的全桌最紧的玩家Jaton是拿87杂色4牌 这里Hexon是拿到了A圈杂色 是一手可以在翻前做一些激进的squeeze的牌力 这个表情应该是 那应该是做了一个20多万的36万的加注 12个anti 那这里这手牌是一定会遭遇到一个来自Migita的3bet 这里应该是直接打光了 Migita是不会拿这手牌去做一个小的3bet的 因为他需要足够的7排率支撑 因为AK是一手两高张而不是成手 这里不出意外他会选择all in 他正在观察全桌筹码 他正在观察全桌筹码 已经进行了一分钟的思考时间 可以看到我们的MigitaFash 2013的思考时间 一直是比较的长 并且固定 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做决定非常谨慎的人 果然他进行了all in 那么装卫的石钩也只能复牌 UTG的持久同色这么好的一手牌也只能弃牌 那这里A圈可能是只能放弃了 按照Hexon的性格应该是不太会拿A圈这样子的顶级范围边缘牌去扣一个300万的all in 唯一批简中的黄分數 非常准备 震动 震动 糯 他选择棄牌 那米奇丹全成功的收下这个底池 他选择棄牌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牌 我们的哈利波特在加2的位置 用A8同色进行跟注 好 后卫也陆续的跟注进来 现在的我们牌局是一个七人桌 是一张相对于短牌来说是一张长桌 那么他们翻前的一些squeeze范围可能会略做调整 中卫现在拿到了k9同色 他选择加注 可以看到虽然这手k9同色排力不是非常强 但是由于他是装位有位置 并且是一个close action的位置 所以他这里可以拿大量的范围进行squeeze 但是我觉得当代位在这里一个30万的加注略显得有点小 因为在前置位已经拥有4名玩家跟注的情况下 一个30万的加注并没有给对方特别差的赔率 而一旦还好前置位玩家没有跟注 而一旦在前置位玩家有跟注的情况下 那后卫可能会带进来很多人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童你好 我现在也过来支援了 我是来自于台湾的职业玩家 我叫做大亨 那上次的传奇不客 也是有来帮忙协助做一些直播这样子 那这次也稍微比较晚来 因为刚好台湾有一个apt的比赛 就留在台湾打完那个比赛 然后就接着赶过来 好的 现在后面的比赛将由我和大亨 两个人为大家带来解说 现在这个show deck现在是bubble time吗 对不对 已经进入前圈 已经进入前圈 对对对 是final table 这场比赛是吸引了69手买入 是50万港币买入的show stack 目前的前注是3万 装位是6万 这里UTG位置 Jelton直接拿到了杂色A圈 选择直接all in 30多的积分牌 哇这个10 jacksutie应该是有机会选择要跟注 他all in多少 110万相当于是 30多个前注 30多个前注 对 有机会是跟的 可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资料 蛮有意思的 就是show deck的call in range 跟那个我们打长牌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对 比如说UTG all in 你如果是他的下架或是你下下架 这种10 jack90 这种童话 其实就比较不适合跟注 可是如果UTG all in UTG加域也all in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caller要面对两个玩家的all in 反而90时时间会call 然后KK要盖牌 我看的是nash range 然后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就跟我们原本的想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因为他排历史的关系 90 8 9 10钩这三手牌 由于他上下都是能取到满顺 对 所以这三手牌在短牌里面 特别是面对对手前8%的range 因为你知道一般对手打光的range 基本不会差过前8% 对 所以在对抗这个range的时候 这三手牌的表现是非常强的 几乎都拥有40%以上的盈率 应该现在我们看到的石沟黑桃 石沟同色这手牌 在面对一个整体范围 前8%的范围 它拥有42.8%的胜率 啊哼 哇哼 那这三手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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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做的 好久不見 然後這個Diven早期也是在澳門的一個職業玩家 然後在曾經我的職業生涯的 那個其中一段日子有跟他算是同桌蠻多的 那時候他還打的跟我一樣大 我們都還打蠻小的 有些他已經被他甩得很遠看不到他車尾燈了 並沒有啊 我覺得你目前還是在台灣甚至亞洲玩家的範圍裡面還是處於頂尖勢力 就混口飯吃還可以啦 頂尖還有一段距離 我發現打得好的玩家都是非常謙虛的 還可以還可以 像像你才剛出道這一馬上就拿下EPT的第二名 這個就真的很 很牛逼啦 運氣好啦 我還有很多要學的 打撲克的時候第一年 第二年然後 就覺得撲克很簡單 然後越打越久就哇撲克真的越打越難 懂越多翻撲克越難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他那時候石溝S是直接蓋牌了 剛有個小的失誤他的準確的概率應該說面對一個前8%的範圍他是42.32的盈率 處於整個範圍的前6% 這是一手比A圈還要好的牌 在對抗對手0到8%的範圍的時候 短牌的有意思就有意思在 不像得撲的長牌 長牌的話基本上牌力尺是均等的 就是說不管是在面對多少對手 你的牌力 基本上都是 差不多 怎麼樣 但是在短牌裡面 你versus對方100%的range versus對方40%的range 和versus對方8%的range 分別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牌力尺 像這短牌我自己本身也沒有打得非常好 只是稍微懂一下遊戲規則這樣 這把蠻有意思的 那我們的 set over set 有一個set over set 還有雙頭順 對 Roman 這手很有機會 會跟他們打完喔 而且他又cover兩個對手 如果兩個都選擇 打入很多錢的話 既然這裡Roman自己選擇動手 那一定是打完了 這裡一定是打完了 而且很可能是三加直接打完 其實667788在短牌裡面都是 相當於長牌裡面的33 對啊 就是蠻弱的牌 對對對 所以在如果前面位置的話 可能都不會選擇跟著 可是這一把可能他位置稍微比較後面 所以選擇跟著lip 結果現在 就好像導致 不過在前面位置由於數學機制的關係 在短牌裡面你還是需要去跟著 非常多的range 你在前置位 假設在六人桌 你在前兩個位置 第1個位置 一個跟著 這三個玩家是真的 非常的謹慎 對啊 我以為這個flop是輕易 三加燈的打光 因為這個flop對於各個玩家來說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可能 在ton上就不會打一個非常大的體池了 因為 一旦遭到了圈圈的 過度激進的動作 勾石在 只剩下一張買牌的情況下 他可能 遭遇一個不好的賠率會蓋牌 而且roman他 應該也會 有點尷尬的是 他已經打一發 可是卻被兩個玩家抵抗 對 其實在這種那麼乾的ball上 也沒有brush做 那 被抵抗對手 起碼 成牌 成牌 至少有個king queen兩隊吧 所以他這邊 我覺得他這個bet 是希望他可能可以 在不bet加速的狀況之下 可以去 再買一張 對 因為這邊 因為其實你看這張ball 跟flop其實來說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如果flop會跟 那這邊其實 整個結構沒有變 他 蠻有可能被對手抵抗 而且他自己又 拿走買順的組合 所以對手 大部分是成牌機率比較高 而且面對兩家 那我們的deven會不會在這邊選擇加注呢 已經閃掉一張了 他66在這邊其實也是 也是沒辦法去閃對方其他有三條的時候 對手抵抗 66這裡 看起來還是一個跟著 那這裡 現在底池210萬了 我覺得這邊會是個all in吧 應該是個all in 因為他這裡只輸一手kk ok 在目前還沒有 陳順的面的情況下 而且我覺得他算是check call去控制這個底池 在10場他應該要發力了 這裡不發力的話 River的任何一張 10 A 9 狗 狗 甚至我找不到任何一張 能讓他舒服的牌 是而且他又沒有位置 如果在River的時候 他辨識他還是要第一個動作 就可能會 少贏 對 這裡 Migita還是拿到了一手second nuts 應該會選擇一個寂靜的all in 留下 比他差的城牌 然後去mov掉對手一些買牌的權益 底池已經膨脹到215萬 不知道 Migita這邊all in Norman會不會跟 是跟不了了 應該跟不了了 應該跟不太了 因為只剩一張了 但如果10場被他買中順子 那就很 就對他來說是非常幸運的 他這裡的一個 兩條街的下注 在10場的下注是有點危險 對啊 我們應該也是 我覺得我們這邊應該 看法是一致 Roman應該是蓋牌 對 就看一下 果然all in了 Diven就是他一個比較難的決定 因為他的SPR 就是他的籌碼 跟底次 相信是1比1 對 那他又是個三條 然後Migita 又埋伏的還不錯 在 三人 3位的狀況之下 在沒位置的狀況 只選擇 再加上這一把又是Ling Pop 所以他會覺得對手可能也沒有KK 對 所以變成是說 他覺得應該只輸一個QQ了 結果真的是一個QQ 對 而且他可能還贏一些非常致敬的 狗石 狗石 對啊 他很冒險 他很冒險 DESET在短牌裡面並不是這麼強大 在長牌裡面 很難蓋 是啊 對 但在短牌裡面 我覺得還可以 還好 重點是對手又不是一個 不會打牌 對手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對 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做太多 犯傻的事情 對 而且又是3位 對 這個66如果蓋掉就真的厲害 可是我覺得蠻難 是 因為我覺得Mikita假設他有兩隊 他甚至有可能會做一樣的事情 蠻艱難的 對 可以圈兩隊 對啊 只有可以圈兩隊 對 對啊 還是要去 啊 他在成牌裡面只能贏KING KING 是 啊 剩下4% One out One out 那Mikita看到對手是 三條六也是非常的 舒服 最開心的 對 因為是整幅牌 跟他打光的Ranch裡面最差的一手牌 對 最美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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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一手 幸運之神的眷顧 我這次解說了兩天比賽以來 第一次看到 這麼大的Baby 對 這麼大的Bad Beat 這種事算是很難很難碰到 首先Send Over Set已經夠難了 你還要抵賽的再超車回來 One out One out 就一個out 就一張出牌直接超車 這有點慘 臉都紅了 對 我現在深深地能感受到Mikita現在的心情 而且又是在Final Table 對 在兩年前我剛開始打長牌的時候 經歷過第一次非常可怕的下風 那個時候我剛升級 然後在巴黎的一個賭場 打Cash Game 然後我剛升級打了一個我在當年打的最大的一Pot 我是Pocket Ace 然後對手是Pocket Six 也是66 然後Flop拉出來是A67 然後我慢打他 Check Call 到Tent上是 掉了一張Repeat 6 就Tent上直接反超 然後在Tent上打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敵持 在那天我本來是水上四個滿路 然後在剛要走的時候 天音都已經快亮了 就凌晨四點鐘 剛要走的時候 然後對手的深馬直接一把把我清空 哈哈哈哈 這種慘痛的經驗真是永遠都會記得 對 可以看到他這手牌輸掉了幾乎90%的籌碼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撲克的迷人之處 對 因為你看 之所以撲克的人口會有這麼的 多的確他還是有一點點的運氣成分在裡面 對 就像假設 假設譬如說你要下棋好了 下棋因為資訊所有的都公開 厲害的人覺得太厲害了 你可能 一輩子都打不贏人家 被絕對壓制 可是在撲克的樂趣中 你就是可以獲得一個樂趣 說你就算 是你剛打撲克三個月 你有可能幹掉世界第一的人 哈哈 這都是有可能 只是就有這種就是機率嘛 那只是他贏的機率會比你高 比較小 當然是有 所以只要有機率存在的事情 就一定可能會發生 所以 有些那種很精彩的那種超車牌局 有時候討論了五六年 大家都還在聊一樣 同一把牌 對 I will take off if you buy insurance OK how much I have now 800 可以看到即使是像米吉他這樣的世界頂級牌手 依然是受到了剛剛上面一手牌這樣子的影響 他的表情 一日顯落寞 哎呀是呀 這很慘啊 對 每一次你set over set對方 結果卻被對方四條反超 都非常的難受 他在這裡拿手對方做了一個加注 好我們的傑森 拿到了Pocket Kings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看國外玩家的網路的 影片 就Running Ones 第一次看的影片 就是看Jason Quinn的影片 是嗎 我記得那時候覺得他口音有一點奇怪 他是真的美國人嗎 還是 我看他現在是美國國籍沒有錯 可是他 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牌手的國籍是經常 多變了 由於稅收的關係 稅率的關係 大家都說那個 PokerPlay的職業選手最好的國籍就是 英國 啊對 英國去參加WSOP是不用繳稅的 是啊 特別是像去WSOP這樣的比賽 我們中國人過去需要交30%的稅 是 是非常的 重 可是其實你透過一些方法 還有退稅幹嘛 其實是可以逐年慢慢拿回來 像我們台灣的玩家 小屁陳彥翰 他也是拿了大概 再一半的回來就可以 好我們這一把看到88對KK的All-In I'm one-time 我們來看Flop OK 那基本是 基本是J&D I fought King-10 I fought Queen-10 I fought King-10 I didn't wanna do it to him 0.2% Queen-Queen OK GG GG 那我們的Fash 2013 Mikita是 被淘汰駐局 在遭遇了一手 One Out的Bad Beat之後 直播第七名 獎金是165萬港幣 他可以看到他現在在看那個屏幕 我們之前的第八名 PO發是拿到了130萬的港幣 好我們的決賽桌 第一名被淘汰的玩家是我們的Mikita 那也只能希望他在之後的更高買入的賽事中 發揮更出色 今天在結束了這場50萬港幣買入的短牌賽事之後還有一場 六人桌的長牌賽事 對是 現在也是同時在場邊正在進行 那就是我們這場打完之後會接著 對 好目前我們來到標準的六人桌 阿彤對短牌好像也是蠻有研究的 因為我現在打的比較多的是短牌 是嗎 也是混口飯吃 今年的WSOP有一場 一萬塊買入的短牌 一萬美金買入 對今年 然後在蠻前期的 對 然後也有聽說 不過這也是聽說 不知道是不是謠言 那今年WSOP是50週年 那同時也是在Rio舉辦的最後一年 對 聽說之後會換到 有可能有可能 有這個機會啦 可是都 不是很確定的消息 只不過能確定的唯一的消息 是這50週年 我猜有可能那個 比賽的人次應該是會破紀錄